应用上还有未来数位经济 那提出看有没有办法结合NFT的一个应用 那会去谈这件事其实最主要还是在于说 我们认为NFT在未来的所谓的元宇宙web3里边 会占有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地位 尤其是在数位资产的部分 那萨尔瓦多目前实验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 Bitcoin认为是法定货币的 那很多人也认为Bitcoin或是虚拟通货或NFT 其实是一种诈骗 对 在目前为止它的确是一种诈骗 但是它是不是一定没有发展 有 我认为还是有发展 尤其如果你结合智慧合约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发展的 那NFT里边它的特性是BB不等值 那跟虚拟通货的BB等值其实是不一样的 NFT在2021年的时候很红 譬如说第一个推特 第一条推特 当初是200万美金 现在要卖 卖不到2000美金 大幅的折价 那所以你最后买的人 其实的确就是庞氏骗局的最后一棒 可是NFT只能做这个吗?没有 我们看了国外的很多案例 包括在新加坡 它利用NFT做数位授权 做IP的授权 那国内比较多的是把NFT作为会员凭证 但是有一个失败案例 都督房它没有成功 那为什么没有成功? 可是相对虎航的NFT是成功的 那另外一个是利用NFT做订阅制 所以其实NFT它不是只有艺术品多媒体 不是 所以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 如果你把NFT当成只是这个点产品 它的确是个骗局 可是应该去想其他的应用 比如说以这个为例 它跟Netflix还有这个Spotify 其实是会结合的 那虚拟房地产这个游戏 大家会认为是游戏 可是在国外已经开始 把真正的房地产利用NFT在贩卖 那这是另外一种投资 那这个会涉及法规 可不可以把房地产切割 那这个呢 是从虚拟世界走到实际的案例 那这个是一群对NFT 还有永续有兴趣的人 他们经由NFT合作去做咖啡厅 那各位觉得这很像什么 没错 DAO 所以其实前面那个案例 咖啡厅已经是DAO的案例 那美国的一些州 他也开始承认 DAO是具有合法公司的权利 然后呢 在旁边黄色的部分 其实是把土地利用NFT在贩售 所以其实从这边谈过来 我要跟各位讲的 NFT如果你只是把它拿来当保物或储存 那的确是有一些诈骗的风险 可是如果把它结合DAO 那它的确在Metaverse里 会有一些新的数位经济产生 那这是另外的应用 就是你买了NFT 你可以把它印出来 但是你不能挂它原来的logo 如果你挂原来的logo是侵权 可是如果你是把它印出来 原则那是你的权利 那在国外我们有看到 有人把NFT的酒跟实体的酒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在NFT买了这一罐酒 实体上这罐酒也是你的 那当它deliver的时候 你把它喝完 这罐酒就没了 其实它就比较符合 未来的一些尝试 那NFT看起来有很多应用 有没有风险 有 其实大家现在在谈NFT的时候 都只注意到铸造 大家会认为铸造的简单就好 没有 NFT最大的问题是在于长久的营运 也就是我们这边在讲的 你的road map是什么 所以在评估NFT的时候 这是这一张其实我才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如果你要做NFT 你要考虑这五个因素 第一个有没有故事性 如果你只是做个NFT 没什么意思 那你的故事是什么 你可以结合线上线下什么 第二个是社群 这是国外一个案例 很好的案例是 它利用社群一直维持这个NFT的热度 而且你买了这个NFT以后 它在社群里边 它会有一些利益出现 甚至能够因为这样的热度 让这个NFT保值 所以你要做NFT 其实很重要的是社群 你要怎么去经营 这就第三个 不是只有做一个NFT 那你的行销 你的规划 你的road map是什么 那最后一个是用力 你有什么使用案例 如果你单纯只是卖NFT 没有利益的 你的使用案例是什么 比如说中华电信最近在卖NFT 它是跟澎湖的海洋图件做结合 你买的它有30个NFT里边 它是从海洋图件里边挑出30个最有名的这个图 做成NFT 你买了这个NFT以后 它会给你一个Virtual的电子版的这个海洋图件 然后你可以参加它的进摊活动等等 那这一类的就是应用 所以其实不管你做NFT或什么 重点不在技术 重点在于经营 还有你的案例 到底是什么 那目前这些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所得税课税 这个可能在我们今天初期前 不会在意这件事 可是实务上 你要让这件事往下做 你要能够解决税的问题 你卖NFT 你的税怎么算 它的风险在于洗钱 你NFT 它的价格都非常高 那它跟洗钱防治法 就会有关系 所以NFT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已 其次 目前很多的诈骗案件 这是 纯粹就是在那个热潮的时候 大家都去做 然后呢 有很多 募资完了 没有发行 钱就骗走了 还有呢 程式错误 因为你是用智能合约 所以它有很多案例 什么呢 它没有 它没有开卖时间 它只有设截止时间 所以它一开始卖的时候 已经卖完了 那有的呢 程式设计错误 它没有设数量上限 所以它说它只卖100个 结果因为它没有设数量上限 到最后卖了1000个 这些都是超卖事件 那这些为什么会造成 NFT的一个诈骗事件 就在于程式赚钱不当 所以NFT的风险有几个 第一个 洗钱的问题 第二个 你的经营的问题 第三个 程式赚钱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 虽然它是用blockchain 但是你的账号密码 还有诈漆 一般的钓鱼 这些都是它会发生的 所以不是因为你用blockchain 它就安全 如果你自己忘了密码 你自己忘了你的私钥 没有人能够拿得回来 那这个是之前发生过 Metamask的一个案例 它就是 这个一些密码 注意词掉了 整个就不见了 所以先前NFT的有些 说被盗 其实不是因为技术上被破解 而是因为密码被破解 还有就是 人家发送钓鱼邮件 那这个是我们常见的 包括钓鱼邮件 然后网站的那个错误连结 还有就是山寨的 假的 这些NFT的一个二级市场 那这一些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在于 你要能够保持保持警醒 那总而言之 一个新的技术 现在都在尝试 那它的重点不在于技术 而是在于经营 还有法律的遵循性 以上是我这边 我们最近针对NFT 提了一些风险的一个看法 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来找我们讨论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谢谢检副总 那等一下如果有任何问题 他会坐在后面那一桌 呢 感谢观看